你是不是也觉得汉堡里的肉饼太少不够吃 有这么一家西式快餐店 你把汉堡做高为首要目标 店里的老板是美食料理的忠实粉丝 他家的汉堡不仅饼香肉多 而且所有配料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鲜嫩肥美的圆块牛肉和牛五花 切掉筋膜打碎成粒 依照经验调整最佳肥瘦饼 确保不油不腻 不柴不瘦 所需要的口感恰到好处 简单调味 厨房里就想起了肉饼碰撞的铿腔节奏 扎实的肉饼要先在掌中按压紧实 捏成圆团依次摆放在餐盘里 由另一位工人 取来店里专门定制的肉饼按压器 铺上油纸 一层粗压一层细压 细压过后的牛肉饼造型精致美观 其余牛肉团全部如法炮制 故意会压好的牛肉饼 就像小山一样堆积在案板上 另一边负责手打酱料的店员 和清洗新鲜蔬菜的小哥同时宣告完工 再用冰块清洗制烤铁板 烙铁为面饼烫上门店的醒目logo 一切准备工作就续美食之旅正式开始 黄油划过滚烫铁板滋滋作响 就着热气铺上汉堡饼胚 煎至焦黄麦香四溢 便可翻面平铺为培根和凤梨挪出位置 当然今天的主角 还是够大够扎实的鲜嫩肉饼 做好的肉饼放在铁板上小火慢煎 牛肉中的优质油脂 就着高温滋拉作响 而散在空气中的无尽香味 早已成风而去挑逗着来往行人的薄弱意志 等到肉饼微微定型 还要撒上黑椒和自然 用铲子轻轻挑起 肉饼早已褪去青色红润 取而代之的是椒和铠甲 还有那悠长的铁板牛肉香味 另一边清甜的凤梨铺上芝士 烤出奶香铺在焦黄肉饼上 还要配上去新解腻的洋葱丝 当然没得到凤梨宠性的肉饼 也和培根芝士结成新欢 厨师任由其在铁板热烈相拥 出锅的凤梨芝士肉饼和麦香饼 配结成亲家 厨师为其庆祝淋上秘制酱汁 再送上生菜番茄搭配的十令蔬菜 此时芝士培根挟着另一半肉饼杉杉来吃 烫着门店logo的饼胚原配也赶来捧场 就此关系错综复杂 相爱相杀的汉堡一家人 才算破镜重圆 重口味的饕客还要求老板淋满料汁 搭配上蔬菜酸黄瓜和Q糖果冻 一口下去 汤汁肆意软糯咸香 断生的蔬菜水果清甜 碰撞肉饼的鲜嫩纯香 还有筋道十足的麦香饼胚 美味在舌尖起舞 别提有多过瘾了